詞曲 李宗盛 過去 詞曲 李宗盛 事實上 我的作品 其實是非常貼近自然的天地 我們可以看到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同樣是做當代藝術 可是我是以自然為出發點 很多藝術家其實是以人為出發點 我在這種這麼貼近自然的一個狀態之下 去如實的生活 每天可能要做的事情 要除草 修枝 澆水 甚至耕種這些都要做 做了之後 我覺得當你去接觸土地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種非常深層的那種力量 尤其是當我們看到落葉掉在地上 然後它就腐化了 跟蚯蚓一些微生物變成堆肥的時候 一種黑呀 那種黑不是冷的黑 它可能常常會從我畫面裡面看到黑色 那種黑色是一種非常柔軟 鬆軟 溫暖 而且充滿生機的黑 我想這是我覺得自然生活裡面給我很多很多的力量 我在作品裡面 因為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作陶 所以可以從我的作品裡面看到 我很喜歡宋代的青詞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宋代是一個藝術發展很極致的時代 然後它的青詞非常典雅 溫潤 如玉一樣 然後又很內斂 所以我作品裡面非常多青詞的色彩 還有我也很喜歡西周的銅氣 所以我會看到就是說像這樣的作品裡面 它會有銅氣那種銅綠呈現的感覺 我會等於就是說把這種我們古典裡面 我們的精華 我們文化裡面的一些精華 把它運用在我的自然的畫作裡面 然後用抽象的形式來表達 加上我父親他都是一直是寫書法的人 所以我也是天天動筆寫書法的 所以基本上我不是描繪 而是書寫 所以我裡面很多線條 其實都是書法的線條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看到這種人文的影子 怎麼樣跟自然去做一個融合 我想這是我的抽象化基本的一個獨特的精神 田園 土地 天 地之間是人 這種給我很大的一個安定跟向下雜根 向上伸展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能夠去享受這種安身立命 裡面怎麼樣去深層的 跟土地 跟自然溝通 怎麼樣再把這種能量運用在生活裡面 用在創作裡面 然後跟更多人去分享 我想這是一種很柔性的一種社會改革的力量 我可能會從一個很感性的開始 尤其我在做我的抽象創作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可能是聞到某一個味道 或者是像你學文學的 我對文字也是很敏感 可能今天有一個詞 這個文字非常吸引我 我覺得我很想要去表達這個詞的意義 或者說聞到一種香味 或者說我今天很想要從一個色調開始 那我就去做它 我通常是不打草稿的 我不是像一般畫畫的人說 或者是說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去寫聲啊 打草稿 我都不打草稿的 我就是面對畫布 然後靜坐 我有冥想靜坐的習慣 尤其是夏天我會這樣做 冬天的話 因為我喜歡舞蹈 我會先有一段舞蹈開始 然後讓自己暖身 暖心之後 我就開始下筆去做 所以這一個非常感性的開始 我做到一個階段 覺得沒有什麼能量了 我就會把它停下來 然後等到又有感覺了 我再回到畫布上來 可能這樣來來回回 所以等一下你們如果去看我的畫室 可以看到一大堆是未完成的話 其實可能很多都是開始 然後到某一個階段 你就停頓下來 然後我一定會隔一段時間 再拿出來看 變成觀照這兩個字 我覺得很重要 能夠去把它看出一個道理來 然後你再繼續 再繼續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理性的部分了 我覺得很多美學的架構 其實是在這裡產生的 你在一開始很混沌的狀態之下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一個端倫 你在這種點線面塊 或空間氛圍構圖之間 你怎麼樣去呈現他們之間的一個對話 或怎麼樣在我們所謂的 中國的美學裡面講的虛實 鬆緊 剛柔 明暗 疏密 這些反簡 這些我覺得都是 不是只有我在舞蹈 或者是說在練功的時候用到的 其實就是在畫裡面 你可以做這些 讓他們怎麼樣去呈現一個 那種所謂的不對稱的平衡的美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很挑戰 然後這裡又是很多是 你要去理性思考的 對 然後最後 最後最後我再去看這幅畫的時候 其實它又是一個 回到感性的層面 我要怎麼樣讓它在一個 看起來像渾染天成 可是它其實是經過很多功法在裡面 可是最後要讓它渾染天成